各位聽眾,你們好,這是北九翁投資學第一集 這是一個新嘗試,以前我在其他地方寫blog 今次因為有個朋友出了一條題目給我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試下拍一條影片和大家說一說 我的朋友出的題目給我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10萬元在身上,想拿來投資 應該有什麼建議,或者如何去分佈這10萬元的投資呢? 我希望用以下下來的幾分鐘時間為大家提供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你們有多重的考慮,看看如何去投資才是最好的 好,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下我們的內容 在我們未動用這個10萬元的投資之前 我們首先要設立一些投資條件 以下就有五個投資條件,我們是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點就是我們的投資一定要穩固 這是肯定的,因為我們的錢是不容易賺回來的 第二,可不可以繼續保持有重要的現金流呢?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不希望把錢一下子都投資下去 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第三,我們的投資可不可以得到合理的回報呢? 我設在這裡的大概的回報率是5%左右 另外,我們要知道投資一定要沒有一些風險 沒有一種投資是會零風險的 甚至你把錢放在銀行呢 都不代表一定會是沒有風險的 只不過風險只不過可以減至最低 另外,最後一個條件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說的投資就不是什麼短炒的 我們是希望可以有長線慢慢累積我們的財富 所以我們這個投資的年期呢 相對來說是要比較長一點的 起碼要兩至三年 將這10萬元的投資方法 最好我覺得應該是月供股票計劃 這樣就最好的 月供股票計劃是有幾種特性的 包括了第一點 它是用平均成本法 即是說你每個月都供一個款項 你拿到的股票每個月會拿到多少呢? 就是因應那家銀行所定立的銀碼而決定的 所以這個平均法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我們不會受到市場上太大的波動 第二,就是我們可以靈活去運用這個投資的工具 因為我們每個月只需要去給一筆錢出去 另外我們的錢呢 10萬元不是一下子就沒有了 對吧? 我們是慢慢慢慢把錢放出去做一個投資 所以靈活性是會加強了的 第三,如果我們買到的股票 那些股票理論上是可以派發股息的 即是說到這麽時間 我們又會有股息收了 那股息收就好像是一些現金流 流回到我們的錢包裡面 所以都是一件很好的投資工具 第四,就是投資股票相對來說是比較低風險些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股票又分了很多種 我們說的低風險的股票投資 應該是說一些很穩陣的藍籌股 那一會兒我們就會用一個例子告訴大家 另外一件事要記住 月供股票就不可以供兩三個月就算數 通常就要作一個較為長期的承諾 那這個承諾就因人而異的 我最建議就是 如果投資想見到有成果有效果的話 沒有兩三年未必見到效果 所以我贊成大概是兩至三年左右 以上這五點就和我們剛才的投資條件 就是吻合的 另外就是月供股票都要付手續費的 不過如果大家肯花一點時間 比較有耐性一點的話 去找一下其他的銀行 他們有時會做些推廣、promotion 甚至可以連這些月供的手續費都可以豁免 這樣又可以幫大家省一筆錢 另外有些銀行他們也會有些積分優惠 即是說如果你每個月供的股票 是用credit card找數的 即是用credit card錄卡去找數的話 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些積分的 當然那些積分加起來之後 又可以變回現金來洗 或者換回百家卷也好 維康卷也好 這些都是除了供股票之外 我們還有額外的好處 另外就是月供股票 我們供的股票不是一手一手的 我們供的通常都是稅股 但是很多銀行都已經告訴你 不要緊 你就算是供的稅股 將來如果你有需要 要套現賣出去的話 他們都會用正價股的價格 幫你賣出去 所以你不會因為你的股票是稅股 而收到的金額是會比較少的 因為通常這些稅股都是沒那麼值錢的 分分鐘少10個8個價位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銀行很多都可以保障到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手持的是稅股 不夠一手 不要緊 他們都可以用正價股的價格 幫你賣出去 所以你和正價股的股票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何示範一個運作 我們首先假設 你每個月願意拿3000元出來供一隻股票 不要說太多 就是一隻股票 你願意承諾 就會供足三年 三年就是大概36個月 如果在香港來說 算是最穩陣的 我相信是匯豐銀行 不要再考慮其他 因為如果匯豐銀行在香港也不行的話 相信香港已經是倒了一半 所以我們就選匯豐銀行 作為我們月供股票的目標 匯豐銀行現在每年 大概給的股息 大概是3.98元 會有少少變動 因為匯豐他給的股息 是以美金來結算的 但是由美金變成港幣 你知道香港的港幣和美金 雖然有掛鉤 但是也有少少波動 所以有時會多些 有時會少些 不過大概都是3.98元 差不多的位置 我們當它買一股匯豐 每年大概可以收到3.98元的股息 這個股息以現在的價格來看 大概的回報率有6.2% 就是跟我們之前所說的 投資條件 希望有5%的回報率 是吻合的 是多過的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全期36個月 如果你每個月 投資3,000元下去的話 在這三年裡 你自己所動用的錢 大概是10萬08,000元 OK 至於公股股票價格 每個月都不同 等一會我們會做一個示範 告訴你 如果每個月的價格都不同 會帶來有什麼效果出現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何運作 譬如第一個月 你供了3,000元 接著 匯豐銀行的公股價格是65元 好了 那你在這一個月裡 你一共可以收到多少股票呢? 你一共可以收到46.15股 OK 所以你累積在這一個月裡 你就累積了46.15股 接著去到第二個月 你又再供多3,000元 又再供多3,000元 這次的公股價 正如我剛才所說 每一個月的公股價都會不同 這個月 第二個月的公股價 好不幸 跌了 跌了下去 64元 好了 64元 其實對你來說 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發覺 這3,000元 如果每股64元買入的話 你收到的股票 是會比上個月 一月份 是多一點的 當然不是多很多 但問題就是 這樣也是要多些股票 第二個月你可以拿到46.87股 一個月和兩個月 這兩個月加起來之後 你累積現在手頭上的股票 就可以去到93.02股 這些肯定是稅股 好 到第三個月 你又再供多3,000元出去公股 這次的公股價就會波動 這次好一點 去到66元的公股價 當然 價格越高的話 你收到的股票 你倫上就越少 不好不幸 第三個月 你收到的股票的股數 大概是45.45股 所以這三個月裡 你累積到所有的股票 加上總值 就是有138.47股 好了 我們再做一個假設 這個純粹是假設 就是如果三個月之後 有股票派 因為匯豐是每三個月 派一次股票的 不過這個1元是我假設的 大家不要當真 如果肯可以派1元的股票的話 你擁有138.47股的話 理論上你就可以收到138.47股 這個不錯吧 你三個月而已 還有你三個月裡 只是投資了9千元 那你就已經可以拿到 百多元的利息 那股息 其實也不錯了 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你平均 你三個月的公股價格 大概是65元 那這件事大家要注意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三個月就過去了 那你就已經給了9千元出去 公股 那你手頭上也擁有138.47股 匯豐銀行的股票 平均價每股大概是65元左右 通常每天都會不同的 那麼我們有三個出來的結果 就是要麼就賺錢 要麼打和 沒有賺沒有虧 要麼就虧錢 那我們就做一個假設 譬如說 賺錢方面 譬如說三個月之後 我們發覺匯豐的股票的價格 就升到上去67元 那好 沒問題了 67元是我們現在的價格 但是我們的平均成本價是65元 所以67元-65元 那每股就賺多2元 那麼我們手頭上有138.47股 所以公股之後 我們是賺多了276.94元 那是好事來的 賺錢誰都開心的 那第二個情況就是打和 如果當時的匯豐價格都是65元 和公股的成本價65元是一樣的話 看齊的話 那麼你沒有賺 但是也沒有虧到 所以都會舒服的 起碼都沒有虧到錢 那麼最差的情況就是可能會虧錢 如果匯豐銀行最後的股價跌到63元 好了 63元是現在的價格 那麼我們的成本價是65元公股 那就是糟糕了 我們每股就虧了2元 好了 那麼我們擁有138.47股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就是虧了276.94元 好了 我們的話題來到尾聲了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那麼三年之後 你就已經投資了很多錢 到匯豐銀行的股票身上了 那麼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假設 就是說平均每股的價格 大概是65元的話 那麼三年之後 你一共手頭上應該可以拿著 1661股匯豐銀行的股票 好了 那麼有了這1661股股票之後 那麼如果每年它派發的股息 大概是3.98元的話 那就是說你一年之後 你就應該可以每年都可以收到6612.77元 的另類收入 那麼這種收入呢 是除了你打工賺錢之外 這些是另類的收入 那麼對你來說 是多一條渠道可以賺到收入的話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來的 那麼當然啦 做這些這樣的股票公股投資的話 是需要很有行心才能做到的 那麼如果你做到的話 財富自然就能夠慢慢地增長 記住 如果你是用公股這個方法 去把你的財富增長的話 你要記住 這些計劃 三年之後 你又要再想想下一個三年要做些什麼 只要你有信心 有決心去做的話 那麼你好快就會慢慢慢慢地 累積了一定的財富 將來成為一個富豪 是絕對不出奇的 那麼另外 現在的經濟環境 很不穩定的 很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如果一下子把所儲蓄的十萬元 全部放在股票上 我覺得是 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分分鐘突然間 可能會失去工作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所以用這個公股的計劃 去將你的財富慢慢增長 一來進可供 二來退可守 這樣才可以慢慢將錢 慢慢增長 慢慢令到自己的財富 可以不斷地發大 做大 各位 今次是我第一次嘗試拍的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 其實我已經寫了網子 寫了三四年的時間 以下就是這個網子 你們可以去看看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都是關於投資 香港的股票 公司 最多人看的就是 李嘉誠那些系列 歡迎你們在這個 將來的時間 進去看看 希望你們在看完之後 就幫幫忙 按一按 我那個網子裡面的 右手邊 或者是那篇文章的下面 那裡有些廣告 麻煩你幫小弟 截一截 令到小弟可以有少少的收入 我以後會繼續拍片 會盡量去分析多些股票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 另外麻煩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好看的 給我一個Like 好嗎? 多謝各位